第七十五集 德福宫 老太后这几日身子本就不太好 打从过完年就开始咳嗽 直到现在也没好利索 夜市刚在她这里哭过一场 全烟送夜市出宫再回来时 正看到老太后坐在一面铜镜前 正看到老太后坐在一面铜镜前 正仔仔细细地看她那张老脸 这张脸跟夜市很像 虽然已经布满皱纹 却依然能看出夜家女子娇好的滋容 见全烟回来 老太后长叹了一声 对着铜镜开口道 夜家的女儿生得都好看 哀家年轻时先帝就曾说过 我是她所有后妃中最漂亮的一个 先帝在世时 您现在也不错 皇上给了您太后之尊 就连皇后娘娘不也是要向您行礼的吗 那不一样 老太后停了渴白白手说 她们那都是礼节上的行礼是做给外人看的 可实际上眼里心里都没把哀家这个母后放在心上 毕竟不是亲生的没那个情分 说着又看向镜子 抬手摸索自己的老脸 老了 看不出模样了 年轻那会儿 太后就别想过去的事了 咱们得往前看 直小姐那边 我的柔味 我的苦啊 一提到夜时 老太后直接磨起了眼泪 她出生那会儿 哀家已经进了宫 夜家派人进宫来报喜 说生了个漂亮的小女娃 大哥给取名叫知南 小名叫柔味 我当时就说 知南听起来太过硬气 柔味又太过绵软 怎么可以把这样的两个名字 用在一个人身上 可是大哥不听我的 执意这样取 结果后来 他遇上了那个人 一腔柔情全都倾注上去 给人家生儿育女 特别是生出的女儿 漂亮的简直天度人缘 全烟赶紧附和说 是啊 惊鸿小姐真的是太漂亮了 想那个人 老太后冷哼一声 哼 那个人就是靠着那样一副 天下无双的皮像 迷惑了柔儿的眼 让她心甘情愿地 抛弃一切跟着她走 结果呢 哼 不提也罢 柔儿伤心了 离开了 终于摆脱了那个柔字 性子开始变得像知男这个名字了 哼家很高兴 这才是我叶家的女儿 她必须得知道 她是叶家的人 她遇了事 也只有叶家人能保得了 那这次的事 太后娘娘要保值小姐吗 全烟试探地问了句 想了想 再道 奴婢听说 皇上要认那位江公公为义子 只是听说 眼下保不得准 什么 老太后大怒 认太监当儿子 她疯了不成 正说着 就听门外有宫人大声传报 皇上驾到 天和地军力 甚少到德福宫来 平日里给太后请安的任务 基本都是陈皇后在做 她只在逢年过节 往这边走一趟 象征性地问个安 可今天这普普通通的日子 她却来了 叶太后便知道 肯定是为了江月那事 也好 她的侄女也不能白受委屈 这件事情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好好理论理论 她虽不是皇上生母 可到底也是太后之尊 亲侄女受了欺负 若是不管 往后就更没人肯把她放在眼里 说话间 外头宫人将门帘子一掀 天和地大步踏了进来 内殿里 太监宫女跪了一地 叶太后端端身子坐直了些 天和地在她面前站定 腹身湿了一里 平平淡淡地道 军力给太后请安 她只称呼太后 却从不肯叫母后 只抱自己的名讳 却从不提及儿臣 叶太后明白 她不是天和地的生母 人家能遵她是太后 却不可能认她这个娘 皇上今儿怎能有空到哀家这里来 叶太后明知故问 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上一次哀家见着皇上 还是大年那会儿 朕在前朝忙于国事 确实无法日日顾起到太后这边 不知皇后可否隔日过来请安 天和地脸上不见一点笑容 倒也看着叶太后 只是那双眼睛冰冰冷冷 不见一丝感情 皇后倒是常来的 隔日就来 从未耽误过 叶太后实话实说 天和地点点头 那就行了 皇后是一国之母 家世上代表的了朕 今儿朕过来 是为了一件要事而来 太后可知道 江月这会儿 正在清明殿里头哭着呢 天和地说话 一向不会拐弯抹角 甚至连寒暄和铺垫都懒得弄 直接就笨主题 叶太后心里的火气也上来了 她侄女来哭了一场 她还没找皇帝算账呢 这皇帝倒找上门来了 还开口就把那个小太监给扔了出来 这是干什么 江月不是伺候皇上 那个小太监吗 她在清明殿里哭 皇上来找哀家说是什么意思啊 天和地面无表情的道 她为什么哭 太后心知肚明 如果一定要朕把话说得太清楚 那不但话不好听 太后的颜面也不会太好看呢 哀家的颜面为何会不好看 叶太后心里的怒火有些压不住了 没错 哀家是知道她为什么哭 那皇上此番来到德福宫 是想哀家兴师问罪的 太后若这样说也行 天和地副手而立 脸沉得吓人 叶太后大怒 因为个太监 皇帝竟找到哀家头上 天底下竟还有这样的事 说出去真是让人笑话 哦 天和地面色更加不善 太后的意思是 朕在德福宫的一言一行 还会传到外头去 那这德福宫里面的人 朕可要好好的审审 该罚的罚 该杀的就杀了吧 忘传皇家内功之事 嘴必当死 叶太后一哆嗦 赶紧把话给圆了回来 哀家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随口一说 皇帝不必放在心上 只是 哀家不明白 那江月纵使伺候皇上有功 却说到底还是个奴才 皇上认为 因为一个奴才就闹到 哀家这里来 合适吗 不合适 天和地说的理所当然 但这事儿若只是在宫外发生 朕绝不会理 江月有本事 就到文国公府去把面子讨回来 没本事她就继续哭 朕不会因为这个来同太后说理 但是朕方才听说 文国公府的二夫人进宫了 是进了德福宫 哭着进来又哭着出去 若太后说 那白家的二夫人进宫来 只是探望她姑母 您也没打算跟朕说些别的 那朕现在转身就走 江月受了欺负 朕自会跟文国公府的叶家去问 绝不会叨扰太后 太后以为如何呀 哀家 叶太后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这个话了 如果点头 那她就再不能为侄女做主 不但不能做主 还得眼睁睁地看着皇帝去给江月称谣 折腾白家 她倒不怕 可叶家是她的家呀 她这辈子历尽千辛万苦 熬到太后的位置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她的叶家 叶太后沉默了 天何地点点头 看来文国公府的二夫人进宫 的确不仅仅是向姑母请安 既然如此 那朕也就该来 那是哀家的亲侄女 叶太后姿态服软 皇上难道为了一个奴才 连这点颜面都不肯留给哀家 哀家到底是东秦的太后 是先帝留下遗诏玉丰的太后 那又如何 天何地完全不为所动 先帝遗诏是怎么留下来的 太后心里真的没说 还是年头多给忘了 要不要朕提醒提醒啊 其实这个事 原本朕也忘了 但既然太后需要想起 朕便依了您 好好地想一想 没有 哀家没有那个意思 叶太后慌了 皇帝实在是多心了 哀家真的是没有那个意思 只是觉得 侄女是小辈 哭着求到哀家跟前 不帮省一把 实在说不过去 哼 小辈 天何地扯了个寡诞的笑 太后可能不知道 朕最近 将年前外府官员 递上来的折子 又看了一遍 对于民生民情 心有所感 所以决定 金秋再次减税 另外 还要认下那江月 为义子 以示朕之关怀 既然他成了朕的儿子 那也就是太后您的孙子 这孙子亲 还是侄女儿亲 太后 该不会分不清远近吧 皇上真要认一个太监为义子 叶太后气得心肝疼 一个皇上认太监为义子 这简直划天下之大吉 古往今来有谁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可天何地却并不觉得有多奇怪 她只是反问 怎么 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想收什么人为义子 太后您有意见 叶太后赶紧摇头 她哪敢有意见 但凡有一点想法 天何地立即就会给她 扣上一顶干正的帽子 她这个太后就做不舒坦了 没有就好 天何地继续道 朕相信太后您是个明世里的人 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 否则就太不顾忌皇家的颜面了 就像太后先前说的 这事若是传扬出去 日后人人都得说太后 您一心向着娘家的侄女 甚至不惜损了皇家的颜面 您在这德福宫 可怎么待呀 整个德福宫内殿 听到这话的所有人心里皆是一惊 皇上这是在警告太后 皇家威严不可损 即便贵为太后 在皇家人眼里 那也不过是后宫的一个女人罢了 所有的尊荣都是皇家给的 一旦人家想收回去 那也只是一句话的事 叶太后沉默了 天和地却转了身往外走 一边走一边倒 这件事情 全看太后该如何取舍 您若要管 朕也不拦着 朕倒是也想看看 这东秦王朝 究竟是我君家的 还是你叶家的